剛開始認識的時候 當然會常常吵架 欸 氣到說要離家出走 我說甜甜 什麼嚴重 門心自問 你其實不是很好搞 好不容易遇到一個願意搞的人 我覺得你要好好珍惜 搞 要你結婚 為你兩天又離婚 是假的 宋先生一起清光 今世情娘合照 朋友開唱 又飛又胖又愁 Tag小甜甜 你結婚 為你兩天又離婚 是假的 38歲小甜甜 25歲老公宋先生 離婚官司Ing 24號小甜甜發文 卻已改稱宋先生前夫 對於被男方指控 從小沒父母被遺棄 長大人格不健全 很有意見 這一樁婚是我到現在 還覺得不可惜 難怪小孩出生就 我難過的是 於是類宋先生干戈 也發文聲援 替我單全倒不行的弟弟 感到無奈 稱宋先生發言 被端章取義 宋先生類也在破文底下留言 看到前夫兩個字 我覺得好像先解脫一半了 大部分的人 還是會相信前妻的謊言 前妻為自己塑造的形象與認識 我絕對相信前妻的前任男友 張先生 在好幾年前向媒體訴說 前妻所說過 曾做過的事情 只因為我情深經歷 永遠想到 每一萬一條 生日生事實 太好吧 然後宋先生的親友團 發出組合記 其中一位以留言回擊 一個又肥又胖又醜 還蠻嘴謊言的女人 被其他網友問到 有本事就指名道姓 小你不敢 該好友還真的直接 A的小甜甜 就看他本人誠不承認囉 我只能說 這個宋先生也是很勇敢 我在這邊敬他三分 他23歲 他結了婚 生了個小孩 女方比他大13歲 你跟我說這是真愛 我不信嘛 我只能相信這是吃晚飯的套部 留言區的炮火猛烈 宋先生IG 也丟了這碗軟飯 乾脆把跟小甜甜的合照 一起清光 別以大家來找茬 嘿就是今世情人 小甜甜沒了之正前世情人 應付上乾哥參笑合照 從此我們可以珍重的大笑 希望甜甜同意教會 公開證據 還弟弟一個清白 討嫁或不開心的時候 就是會想說假如我跟 性幻想 對 就是假如是跟 另外的一個男生生小孩的話 那小孩會長怎樣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我想要收集兩個不一樣的作品 其實 太對 剛開始認識的時候 當然會常常吵架 氣到說要 我說甜甜 什麼嚴重 門心自問 你其實不是很好搞 好不容易遇到一個願意搞的人 我覺得你要好好珍惜 願意搞 他離家出手說什麼 他要讓他在家裡熱死 要把他那個冷氣的遙控器 蓋住 最嚴重那一次 他是說他想要出嫁 他以前會在意嗎 不會 如果說不會 上次不會 如果 不會 這就是不會 沒有啦